今年6月哈利波特I 神秘的魔法师交响音乐会举办时,粉丝以魔法师装扮入场。 牛耳艺术提供记者陈玉勋台北报道,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交响音乐会将在台北登场, 由长荣交响乐团、国力实验和唱团现奏经典配乐,搭配大荧幕播放全片, 随着哈利、荣恩与妙力惊心动魄的冒险持续播映, 让观众看见与听见《神秘魔法世界》一本经典书籍, 在不同年龄阅读都会有不同感受,改编自知名作家J.K.罗林畅销魔法小说《哈利波特》的系列电影, 从自小说出版,到电影第一集至最后第八集完结, 哈利波特时代可说是横跨小孩子与成年人, 自上回6月哈利波特I,《神秘的魔法石》交响音乐会与国家音乐厅或粉丝回响后, 9月开始将推出《哈利波特I》,《神秘的魔法石》, 《哈利波特I》,《消失的密室》与哈利波特I, 阿兹卡般的逃犯连续三集交响音乐会,指挥杨世宏与长荣交响乐团。 牛耳艺术提供此次《哈利波特》电影交响音乐会系列, 将由长荣交响乐团献奏奥斯卡金将大师约翰·威廉斯·John William的经典配乐, 并搭配40只巨型荧幕播放全片,完整体验霍格华资历的魔法石剑。 《神秘的魔法石》将在9月27日举行, 9月28至29日接连欣赏第二集《消失的密室》, 第三集《阿兹卡般的逃犯》则于12月2日举行, 想请可上牛耳艺术官网查询。 由交响乐团演奏经典配乐, 并搭配大荧幕播放全片, 让观众重温昔日魔法世界。 牛耳艺术提供。 《阿兹卡般的逃犯》,